娱乐中心蒋济荣报导苏友鹏帮陈妍希整理群 图翻设自新浪娱乐微博中国第35届经济奖金十二晚场 许多大咖艺人盛装出席 台湾女星陈妍希深 一袭黑色礼服亮相红毯 虽然开叉设计让她不露出纤细大长腿 但绕博的款式让她看起来稍臃肿 还有网友吓得认不出 甚至酸说是红毯女 倒数第一 金鸡奖众星云集 陈妍希与苏友鹏一走上红毯 只见苏友鹏穿着白色西装 配上眼镜 起来温柔又减零 过程中她还帮女伴陈妍希整 裙摆相当绅士 陈妍希造型被网友大酸 图翻设新浪娱乐微博 而陈妍希穿着黑色香吟长礼服 至非凡 大开叉的设计也让她纤细的长腿若隐 线只是脖子上的绕脖交叉设计 让她本就偏圆 脸蛋看起来更加圆润 而唇色选用气势十足的 红色少了一直以来营造的清纯少女感 许多独 网友看了纷纷表示陈妍希肿么了 人好看 淡造 不可啊 陈妍希这衣服显得好壮 妆容把缺点爆 得一览无疑 暗黑礼服老力老气的 造型师可以 出来毒打了 怀孕了 吓我一跳以为那谁 陈妍希 么比苏友鹏看着强壮 不过也有网友大赞妍希 美啊 陈妍希好白 陈妍希造型被酸倒数第一 图设自微博对比陈妍希 苏友鹏造型则是获得满菜 网友纷纷回应苏友鹏真的太好看了啦 又暖又好看 苏友鹏帅出天际了 苏导太绅士了 苏友时尚气质 绅士风度